有美女陪着你吃饭 有美女陪着你吃饭 并不是啊 必无知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按赞、留言、分享 请不吝点赞 大家好 我是Liko 今天是每一三十点 但是今天在外面吃 今天是吃的是在一个 叫酗酒呢 酗酒啊其实就是一个 一会儿冷静出来来看一看 大家看一下酗酒 什么情况啊 酗酒 这是送的黄瓜 三个小凉串 这是我们自己点的 烤烧鸟 牛蛇 还有鸡肉 鸡腿肉 还有啤酒 干一个 电量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 这边还有鸡肉 然后老板是在里边做饭 就在这个地方做饭 炒菜啊 烤鸡 烤鸟 烤鸡肉啊 这里都在这 所以居酒屋怎么说呢 白贯 并不是说有美女陪着你吃饭的 这里的并不是 居酒屋只是 类似咱们昨天的小酒馆 特别小的酒馆 这就是张爱的一摆 这是有酒的菜的一摆 刚才看过那个 孤独的美食家 孤独的美食家就是那种 有小店 然后店老板在里边做饭 然后一圈 围着一圈在做吃饭 那叫 也就感觉是类似于居酒屋吧 居酒屋就是那种 结果它的名字不叫居酒屋 它是吃饭的地方 这烤鸡肉很嫩 好吃 还有卡拉OK 现在在点歌呢 我闺女要唱歌呢 吃饭的地方 thought it really is 集中心 然后呢 竹琴 大心 突然间紧张 我以為生まれて 生まれて そんなのは生きるの 我以為生まれて そんなのは嫌だ 我以為生まれて 生まれて 熱や心燃える 何故巡り逢うのかを 私達は何も知らない いつ巡り逢うのかを 私達はいつも知らない どこにいたもの 生きてる今の 遠い空の下 二つの物語 だけど人はあなた よーこの人は私 踊り出すの いつか誰か 暖かがうるかもしれない はい 行きます 何でよ 二番歌えよ いやいや 二番歌えよ これ 二番歌えよ 何でよ 嫌や ああ 二番歌えよ 何でよ 回復してる そんなことを 見て 这年头不会唱语歌 出了吃饭的人来出来吃饭的 幸亏我们家有个卖吧 通常话真的是不敢出来 天哪吃着饭吃着饭 大家KTVK起来了 有点气 我这一会就吃了 听别人唱歌 唱歌的话就是 猜点就是打分 比如说是66 凌数一样的话 就是免费送一杯 所以今天得了88 不是我 做了2 可以送一杯 不是我拿来 我把你拿来 好 穿得 好了吃饱喝好了现在回家就这家店 偶尔像这种情况吧怎么说呢打糕心心快乐乐的吃点喝点唱会儿歌 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那个 一天的压力全部解压下去这是很好的地方 这也是居酒屋为什么会有很多回头客很多常客的原因之一吧跟咱们国内的一些小店是一样特别的小的店有人情味反而大的店人情味反而会少一点不是个人感觉啊对不对不一定啊 好了拜拜